大家好,歡迎收看由南方東英特約的ETF教室 我是雪瑩 今次請來的嘉賓,由南方東英ETF策略師 李子維Alvin Alvin你好 Hello,大家好 我知道ETF是交易所買賣的基金 一向都非常受歡迎 尤其是你們本身推出的南方A50 個個家庭觀眾都認識 亦經常打電話來問 ETF主要是追蹤指數 時間距穩定一點 風險分散一點 不過最近我就知道有新產品出來了 同樣是追蹤指數 不過玩法完全不同 就叫做槓桿及反向產品 Alvin,可否跟各位投資者講解一下 究竟甚麼是槓桿及反向產品 好,沒問題 我相信大家近日都會見到 廣交鎖場上有一個新的 叫做槓桿反向產品 相關指數就在恆生指數 和國企指數上 這兩個指數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大家可能會第一時間有個疑問 到底槓桿反向產品是怎樣去玩的 怎樣操作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會比較想去 首先了解了產品 在這個圖上大家會見到 左邊的是兩倍的槓桿產品 右邊的是負一倍的反向產品 這兩個產品要分開來看 我們先看看兩倍的槓桿產品 兩倍的槓桿產品很簡單 就是說它們每一天可以帶到指數的 單日回報的兩倍 譬如像這個圖一樣 假設恆生指數如果今天升了5%的時候 這個兩倍的槓桿產品可以升到 一兩倍 即是10%的一個升幅 當然如果大家看錯市的話 其實也會跌得比較多些 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負一倍的反向產品 其實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會帶回指數的相反回報 譬如是指數跌5% 這個反向產品就會升5% 我們南方東英 在之前的3月14日 已經會有這個產品正式上市了 那個號碼亦很容易記得 在這裡就是恆生指數的 槓桿產品和反向產品 分別就是7200和7300 3月14日正式上市了 7.2的上市價 另外就是每一手是100股 即是大概700元的每一手的入場費 非常之有彈性的一個入場費 還有管理費方面也是非常之便宜 就是每一年會少過1%的管理費 這個是恆子7200和7300 國子那方面其實我們也有一個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7288和7388 這裡大家都看到我們的產品的號碼 都是比較容易記得的 00就是恆子 88就是國子 這裡多說一些 就是7字頭的大家會看到 這些槓桿反向產品 全部都是7字頭的 72就是兩倍的槓桿 73就是每一天的反向 變成大家接下來看到這些產品 都可以由產品頭的兩個號碼 去分辨到到底它是槓桿還是反向 再說一次就是72就是兩倍槓桿 73就是每一天的反向 而我們的產品方面就是00是恆子 就是7200和7300 88就是國子 就是7288和7388 所以以後大家可以在 對市況有看法的時候 都可以去留意 恆子看好可以留意7200的選擇 體探會是7300的選擇 而國子方面 看好會是7288的選擇 體探會是7388的選擇 亦都是當大家對市況有看好 體探的看法的時候 都可以去考慮這方面的產品 謝謝Alvin 剛剛輕輕都說過 就是槓桿和反向產品的背景 但始終就是槓桿和反向產品 在香港市場來說都是非常新的 我都知道這些產品 早在2009年已經在韓國上市 其後在日本、台灣 亦都相繼推出L&I的ETF products 想問回本身他們的發展 是不是都相對比較成熟 以及規模佔比 對整個ETF市場來說算不算大呢 我想這裡可以和大家分享背景 槓桿反向產品在香港 我們要今時今日 2017年才出現 但其實這個產品 我們在其他國家 我們一般會叫做槓桿的ETF 這個槓桿ETF在亞洲的其他三個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和台灣 其實已經上市了一段時間 講一點歷史 就是最早是2009年 這個亞洲的第一隻槓桿ETF就上市了 然後在2012至2016年之間 我們發現這個產品在發展得最快的時間 就是這幾年之間 這個規模是短短的四年之間 大漲了60倍 現在這個規模大概是146億美金 如果我們從成交方面看 這個槓桿反向的ETF的成交 也是佔整個ETF市場 非常之高的一個份額 大概是70%的份額 也就是說槓桿反向的ETF的成交額 是比傳統的ETF更加高的 或者我們大家可以看一看 了解一下其他市場的發展是怎樣 日本的槓桿反向市場 在2012年開始有 然後在這幾年之間升得非常之多 日本是槓桿反向ETF 我會這樣說是交易最活躍的市場 他的槓桿ETF成交額 佔了整個ETF市場的九成 換句話說 即是槓桿ETF的成交額 是傳統ETF的九倍 所以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之驚人 而當中最活躍的 就會是一隻日經225指數 每日兩倍的ETF 另外我們看看韓國 韓國也發展了好一段時間 其實在亞洲來說 它的發展歷史會是最長的 在今時今日 那個槓桿ETF的成交 也已經超過了傳統的ETF 但總體來說 我們看到大概是一半一半 另外台灣的話 就會看到差不多是 在滬港通那段時間 即是2014年的11月開始 才有的 歷史比較短一點 但是發展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現在在台灣那邊 現在的槓桿ETF成交額 大概佔整個ETF市場 大概是七成那麼多 也就是說 槓桿ETF的成交 是傳統ETF的三倍那麼多 所以我們這裡 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了 就是說原來這些槓桿的ETF 成交額是非常非常之 受散戶歡迎 所以令到它的成交額 是比起傳統ETF是高很多 所以我們看看 現在的香港市場 每一天的ETF成交 大概是四十幾至五十億港幣 接下來這個槓桿反向的 恆指的ETF 希望都可以為香港市場 帶來一個不錯的 一個新增的成交額 謝謝Alvin 原來就是這個槓桿 及反向產品的市場 本身在亞洲來說都發展了 是非常之成熟的 都叫做輕輕的了解了它的背景 下一集我們都會和Alvin 更加深入去做一個看法 究竟市場的其他產品 去兩者比較 哪一個是有多些的優勝之處呢 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想重溫節目內容 歡迎上我們官網 www.bschannel.com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